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作为全球高阶晶片代工商,台积电几乎全数研览了高阶晶片,尤其AI晶片代工,成为AI供应链上举足轻重的玩家。 加上高阶晶片产能紧张,且有涨价预期,这些乐观的预期推动了台积电股价,不断创出新高。 今年以来,台积电美股已经上涨了80%,这波AI浪潮,不仅把灰达送上神坛,也把全球代工巨头台积电送上1兆美元俱乐部。 台积电美股ADR在7月上旬冲上186.63美元,盘中最多上涨4.8%,若按ADR计算,台积电市值一度突破1兆美元大关,成为全球市值第八大公司。 同时,台股台积电收涨0.48%,报收1040元新台币,再闯收盘新高。 尽管全球晶片代工还没走出颓势,但高阶晶片代工需求却相当紧俏,且台积电几乎独享高阶晶片代工资源,是大科技厂商不二选择。 目前,苹果、高通、AMD、徽达、联发科、博通等都是台积电的客户。 其中,苹果是台积电第一大客户,徽达今年有望成为台积电第二大客户。 这些巨头们都把智慧型手机晶片和AI晶片交给台积电代工。 目前,台积电把先进制程商用推进到三奈米,且在积极推动二奈米商用。 经过去年,苹果率先采用三奈米晶片后,今年预计更多厂商会采用三奈米晶片,今年也被称为三奈米普基年。 据悉,全球七大科技巨头徽达、AMD、英特尔、高通、联发科、苹果和谷歌都将陆续采用台积电的三奈米制程技术。 其中,高通的骁龙8Z4、联发科的天机9400以及苹果的A18和M4系列晶片都将寄予N3家族生产。 之前,台湾媒体报道,苹果、高通、辉达与AMD等四大厂商已经大举包下台积电三奈米制程产能,订单甚至排到了2026年。 台积电2024年第一季度,三奈米、五奈米和七奈米工艺的出货量分别占总收入的9%,37%和19%,三者相加达到了销售金额的65%。 这显示了先进制程7奈米机以下在台积电收入结构中的重要地位。 随着行业推进3奈米晶片普及,台积电是主要受益方,其来自3奈米先进制程晶片的收入比例会越来越大。 在此背景之下,台积电手握高阶晶片的稀缺资源,掌握涨价的主动权。 今年以来,多次传出台积电有意上调先进制程晶片报价,如今,似乎客户们已经接受了台积电涨价的想法。 大摩预计,2025年台积电将3奈米晶片的平均售价将上涨4%,4奈米和5奈米晶片的平均售价将上涨11%,成熟制程节点16奈米及以上的产能充足,不涨价。 此前,市场预期会降价。 之前,外界认为,除了辉达这类超高毛利的公司能接受台积电代工价格上调10%,而消费电子企业由于市场需求疲软,很难接受台积电上调报价。 但很显然,出于各种原因,客户们最终接受了台积电涨价。 台湾媒体援引Diamond Hill基金经理Krishna Moulton Rogers的话称, 台积电有如全世界大部分晶片制造的收费站,更大的问题在于台积电是否想进一步利用强大的市场地位,争取提高价格。 根据麦格里政权的报告,台积电的多数客户都已经同意上调代工价格,以换取可靠的供应。 在今年6月举办的台北电脑展上,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一次投资人午餐会上谈及台积电时表示, 考虑到台积电对全世界和科技业的贡献,从财报来看,委屈了。 而当摩根士丹利询问他,如何看待台积电将对旗下产品服务涨价时,黄仁勋毫不犹豫地声援力挺,并称挥达此前价格太低了。 不过,苹果在宣布其人工智慧方案后,外界积极看多今年秋季发表的iPhone出货量表现,外界也随即改变了对台积电上调价格的看法。 摩根大通在报告中指出,由于iPhone出货预期调升,台积电的3奈米制程在今年下半年将以110%至115%的利用率运行,而4奈米5奈米制程的利用率也接近100%。 此前,对于外界涨价传闻,台积电表示,公司不评论价格问题。 强调,公司的定价策略始终以策略导向,而非以机会导向,会持续与客户紧密合作以提供价值。 据ET News报道,苹果晶片代工厂商台积电会于7月中旬开始市产2奈米。 晶片,计划在明年将该技术应用于Apple Silicon晶片。 此次市产将在台积电位于台湾宝山厂进行,用于2奈米晶片生产的设备已于今年第二季度运抵该工厂。 苹果预计将在2025年将其客制化晶片转移到2奈米制造工艺。 据了解,iPhone 15 Pro使用的是采用台积电3奈米,工艺制造的A17 Pro晶片。 这种工艺可以在更小的空间内封装更多的电晶体,从而提高效能和效率。 苹果最近发表的iPad Pro中使用的M4晶片采用了这种3奈米技术的增强版。 预计转下2奈米,制程将带来进一步的提升。 预计效能将比3奈米,工艺提升10%至15%,功耗降低最高可达30%。 台积电计划明年开始大规模生产2奈米。 晶片,据悉该公司一直在加快这一进程,以期在量产前确保稳定的量品率。 台积电目前仍然是唯一能够以苹果要求的规模和质量制造2奈米和3奈米晶片的公司。 对于其3奈米,晶片,苹果预定了台积电所有可用的晶片制造产能。 并且,台积电计划在年底前将该节点的产能增加两倍,以满足激增的需求。 2奈米,晶片预计将率先应用于2025年的iPhone17系列产品中。 7月上旬,摩根式单力将台积电的目标价上调了约9%, 并预计该晶片制造商7月下旬公布的财报中上调全年销售预期。 分析师认为,鉴于台积电强大的溢价能力,它有能力提高晶圆价格。 台积电5月合并营收2296亿元新台币,同比增长30.1%,达到历史同期新高。 主要拉动因素为AI需求持续旺盛及普通伺服器需求转好。 外界看好台积电第三季度电子拉货旺季机会。 此外,野村控股、瑞瑞证券等券商都对台积电的第二季度业绩表示乐观。 根据市场分析师的普遍预计,这家世界上最先进的晶片制造商二季度的报告收入将同比增长36%,是自2022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快增速。 台积电总裁魏哲家认为,2024年是行业重回健康增长的一年,半导体景气度将在第二季度触底下半年回问。 2024年,全年半导体产业产值可能降低,台积电在其中有望实现小幅增长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用户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